面对贾森比伯生生传情 萨琳娜·戈麦斯又启会无动于衷 今年她的新单曲 Come and Get It 就被指歌词是位前男友比伯写的 我深爱着你却没勇气接近你 这份爱还远远没到终点 这样的歌词看来 似乎双方都有意复合 但可惜实情是 萨琳娜·戈麦斯发布单曲后 立即澄清 此首歌并不是为前男友而创作 而是稍后推出的新专辑中 却有一首写给笔博的歌 名为Love Will Remember 而从这首未发表歌曲的歌词来看 纪念的成分多过复合的成分 看来萨琳娜是用歌回应 自己已经释怀 除了新歌的回应 萨琳娜·戈麦斯已于近日宣布 将会退出乐坛一段时日 全新投入到电影视野 昔日乐坛恋人 如今事业的方向已分道扬镳 无论是借由音乐作品的对话 还是两人切实的交往 相信在短时间内 大家都很难再听到好消息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